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告指出台美都有过半专家认为 2024年可能发生台海危机 但中国五年内无法发动两栖入侵 也就是登陆夺岛 尽管如此 中国人有可能对台实施商业隔离 以及全面封锁 用经济 军事等活动限制台湾 这种几率还是相对比较有限 首先就是中国的能力 的确它军事上是大幅的增加 它的海军的数量也快速的增长 大概来到370艘的一个规模 但是它在外交上 还有就是面对可能的风险 会让它采取封锁的时候 会有更大的战略的反弹 也就是其他民主国家 也可能会在印度洋 或者红海带封锁中共的游轮 气轮进行反制 中华民国台湾当然也有能力 特别是我们的暗制反线飞弹 可以拉开一个防御圈 让中共无法靠近台湾 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国造的潜见 如果如期如值的顺利不易之后 就可以在沿海进行反封锁的作业 观点学者认为 中国其实想封锁 也得考虑国际反制 而台湾与美国在2024年 都将进入全新政局 美中台之间会有什么变化 备受关注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